自從主持醫學大臉模以來 大家都笑我是傲笑臉 沒關係 我現在網路上面找到一個 叫做超慢跑的東西 聽說超慢跑 這籃子的速度超級快 我馬上學起來 超慢跑 慢慢地跑 跑 跑 向你城堡 跑過小橋 欸 不行 要再慢一點 跑過小橋 這位大師 你這表演的是 超慢跑嗎 超慢跑 不夠慢嗎 馬 這個配樂也好像有點不太對 這些動作有很多都不太正確 應該要修正一下 哪裡不是 首先 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的脊椎這種椎盤 壓力會很大 會受傷 而且膝蓋這麼彎 你又一直在摩擦 結果這時候 不用再超慢跑 就沒辦法跑了 就走都走不起來 對 沒辦法走 什麼樣才叫真正的超慢跑 我們要注意幾個動作 第一個 我們上半身盡量打直 不要往前傾斜 因為越傾斜的話 腰椎的負擔會比較大 另外來講的話 是要大腿的 抬大腿的力量 而不是用小腿這樣 那再踩下去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是前腳上著地 慢慢地輕輕地放下 輕輕地放下 不要用腳跟大力去踩它 這樣踩的時候 其實作用力 反作用力的結果 會變成自己的膝蓋負擔會大 所以大家就可以很輕鬆地 自然地擺動 然後身體打直的一個現象 速度要真的很慢嗎 大概是120到180左右的這個速度 那可是如果你是用大腿帶的話 你會越跑越輕鬆 覺得其實不是很累的一個狀態 可是很累會不會就沒有效果 燃脂的效果以及熱量的消耗部分 是非常好的 居然說比平常走路的時候 大概多了兩倍 那趕快跑起來啊 超慢跑 這樣如果效果這麼好對不對 效果真的這麼好 我覺得有一天我這樣跑著跑著 我可能就跑成彭于晏了你知道嗎 這可能要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到下輩子 那就可以了 你在講什麼東西我要追你 啊 我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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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